从2011年开始 我就带这门课了 其实这门课是中国传媒大学 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的专业启蒙课 目前很多职业发展很好的同学 当年在这门课上的表现都很不错 通过这门课上的学习 同学们可以快速地入目 并且真正地掌握一定的游戏开发技术 韩老师的这门课程 是很适合游戏行业入门者 我记得这门课程是开始在大一的下学期 当时我们确实也都有很多新鲜的游戏创意 但是这也感觉很难去实现它 然后在韩老师的教导下 我们跟着这门课程 一步一步地也逐渐地 搭建起了我们自己的小游戏代表 然后也实现了我们的一些游戏的想法 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目课 首先它有利于我对这个课程的梳理 目课的制作需要特别地设计 它可以帮助我整理这些年的教学思路 提升课程的质量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做成这种网络版之后 有利于这个课程的传播 社会上有很多游戏爱好者 我们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法进入这个专业进行学习 也无法进入传媒大学 目课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在这个目课的学习人群当中 出现了一些对游戏开发 很有热情 很有天赋 但是没有进入这个专业学习人的话 我会感到很高兴 这个目课呢 特别适合这些人 我们这门课的独奖老师呢 韩晃正老师是中科院软件所的博士 我们学校的优秀青年教师 获得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名师称号 也入选了我们学校的青年白级人才 这个人才呢 在我们学院呢 只有四个 他一直从事游戏设计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游戏程序设计方面呢 有自己独到的心得和体会 他的课程呢 是游戏开发程序设计基础 是我们游戏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 对游戏设计整个培养体系来讲至关重要 韩老师在课程中呢 特别注重 利用于时间的有机结合 通过课程呢 来复化作品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所以这门课呢 我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大家一定会从这门课中呢 收获满满